好,耀文晚节,又是我和浩年,大家好 今天耀文有些什么呢?浩年,先看看 我准备了几个 首先第一,可能是技术一些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所以希望观众不要介意 这个可能没什么人留意,香港没什么人留意 就是中国的新基建计划 中国新基建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特高压,我之前也说过 我先说一下耀文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电网的重磅文件出了 就说要脱碳,电力要低碳,搞环保 全世界都是,所以特高压的产业链 就受逆市大进,很多人开始资金就涌入特高压 其实特高压是在做什么呢? 大家想想中国十年转一转,没有情况 为什么十年转一转呢?就是中国政府不断等 一些很疯的计划出来,接着都是做到 九成做到的那些,这个如果做到真的很厉害 就是用起特高压的电缆 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我们人类有的技术 就是输电技术,其实是比较落后的 就是相对于特高压 就是它全电的范围是比较短的 就是几百公里,几百公里其实说到很短的 但问题是中国如果想做华保能源 那些能源主要的集散地都是西边的 水、风、自然能源都是那边的 但用电大的地方都是在东边、南边的地方 那你其实很远的,你做了一些电你怎么运过去? 就是你又不是运油,是电来的 那你就要建一条电缆 但是是不行的,以前人类没有这个技术 全那么远 那中国自己做了这个技术出来 是全都是中国自己研究的 那现在它有示范 但还没开始大规模建设 现在开始说要做 这个战略的意义就是在于 将整个国家的那些资源的调配能力 会升到一个台阶 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是什么? 资源调配,每个地方各自为战 每个地方收藏自己的东西 接着那些取长保典全部做不到 你没有可能发展到那些 而特高亚就是中国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资源 我们的调配做得不够好就是电 接着它就这样做 基本上就是这个作用 还有另外一点 这个都是speculative 因为有一些中国网友 会对这件事说很厉害 他们会猜是什么呢? 因为电可以长距离输送 是以几千公里算 你可以送去中亚送去中东 其实中国不只是输出商品输出资源 电也可以输出 你输出去一带一路 那些国家远距离一点都可以输电 以后那些国家不需要发展 你自己挣这么多钱再建一个电厂 未必需要你出产能源 你的能源来中国 中国买回电给你 再便宜你自己的价值 这个是很紧密的战略关系 这个讲到时间上有点远 但如果做到你中国真的赢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 好事来的 因为我不熟能源 但是譬如说在军事学上来说 这个国家的战斗力 就除了生产总值之外 更加讲求的运输能力 哦 所以你怎样将这些电 生产完之后运输呢 这个是难题 以往中国就是缺乏这个东西 当然缺乏是基于条件所限 就是为什么中国会这么执着 或者这么沉迷于新能源呢 它不单是环保能源 新能源它都很注重 是因为其实中国在 我们会叫它是一个工业资源的落口国 就是它在工业的资源是非常之落口 譬如我们讲到电的话 讲铜 但其实中国是缺铜的 中国也缺石油的 就是以往是缺石油的 大兴油田和胜利油田 就支撑了中国大概50年以上的工业的发展 但其实在国际上来说 这个算是中营牛田 中国其实天然资源不特别丰富 除了稀土拿出来 耕地不够 然后重工业那些资源全部都不够 你基本上中国工业很强大 所有原材你基本都是以后面后 澳洲有很多铁矿 澳洲有优质铁矿 优质煤 为什么好呢 世界很平均 当一个国家农业资源好的时候 工业资源又不好 工业资源好的地方 农业资源本身就不好 譬如中国以往可以发展 美国不是 美国是特例 美国也有 工业资源好 农业资源好 所以它没有最重要的 它没有促力 以前在西班牙人来之前 美洲是没有牛母 它没有动物纯化 所以这个世界很公平 中国以前耳隆立过二千多年 然后走入工业时代 大家发现什么都没有 先不要讲到这样 我们讲到上千年 但是我再提起 这个新闻最重要的特高压 这个东西就是 它令到中国中央政府 对全国资源统筹的能力提升了 虽然大家不会即时见到 因为如果有iPhone 出了一部新的电话 出了新的游戏 大家立即见到效果 电这东西见不到 但其实很重要 重要 特别是你要走5G的时候 更加重要 不说5G 很多东西都讲了 Anyway很重要 下一个新闻 下一个新闻 就是政策转弯 美国将给予30万委内瑞拉移民 临时保护身份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拜登上台之后 他就开始 legalize 那些非法移民 和开放移民政策 首先这个事情 怎么说 首先委内瑞拉他们先搞出来 委内瑞拉搞这么大 这里不说到这么远 但大家 我们的观众都会知道 委内瑞拉丸丸丸丸丸丸 美国肯定有份 不说了 说太多 他的黑力小贩 但总之我想说这一点 就是他们放一些移民进来 其实现在是整个西方世界 都在放移民 欧洲都在放移民 最主要其中的原因就是 你如果经济要recover 你肯定是要有年假劳工去做这些事情 你以为现在香港人人开放你身份 当然有政治意义 我之前 I stand with Hong Kong 但另一方面就是 你们不来做素街做垃圾 你要么有钱 那你送钱过来他当然开心 要么你拿奔过来做什么 我真的见过有一个 他真是累死全家 香港人移民去不知英国还是哪里 走路 就是因为这件事 最近一连串的事情 接着他说 我未找到工作 为了家有更好的生活 我来到英国 接着我掃街 垃圾都要做 你走去别人国家那里 你去帮别人掃街做垃圾 你英文都不多识 我觉得你 接着你这样去养家 你对自己家很不负责 不过他全家 那个观念都错了 那 fine 但是我想说就是 西方国家接受移民越来越多 他们一方面的民族的矛盾更加激化 但是他们知道 其实一定搞定 我对这些杜杜乐观 因为他们搞不定 他们很麻烦 他们有息之事 西方国家有很多有息之事 他们全部都邪恶的 西方里面其实有些人知道 不是我这样搞下去 我们那间圆河 我们真的有点善意 他们现在 当然我不是在说这件事 他开放移民 你首先搞别人 你又制裁他们 在别人整个国家 委内瑞拉这件事 在别人整个国家最差的时候 首先不说他们派了军人上去搞政变 不过比俄罗斯人厉害 阻止了你 接着你去制裁 这个很不人道 无论什么理由也好 其实人家国家是人家国家内政 你不是ISIS 如果你说ISIS 公共斩头炸骨迹 天理不容 你介入我家 我觉得还能说过去 人家自己民选国家 自己有问题 接着你介入下去 还没有人承认他 你一个人很荒漠 很荒漠 美国搞政变也不是第一次 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搞美洲国家政变也不是第一次 智利那时已经搞过了 1972年9月11日的时候 即是发生了一宗911 智利选了左派政府上台 选完之后 就是撞正9月11日的时候 CIA就在当地搞政变 是的 委内瑞拉基本上都差不多这些情况 它就影响到我的 因为我其中有一只游戏 是委内瑞拉的制作组症 什么游戏? V81 即是调走游戏 我没听过 但是就是因为它搞得出不了一集 它迫害迫害到我 委内瑞拉就离天堂太远 来美国太近 其实基本上整个美洲都是 加拿大都是 其实即使其他国家 真的不知道任何原因 想帮他们都很难帮 你来美国真的太近 你这些君佬除出自入 门俄主义 整个美洲都是美国看的 你怎样帮他 你帮不到 即是家暴问题 即是家暴问题 你可以怎样帮 清官难審加利 那你又不够美国老大 最大问题是大家都不够美国老大 大家都不够美国老大 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 当然够美国老大 即使中国也不够美国老大 即使中国也不够美国老大 当然不够 中国三百多支 打你美国六千多支 即是中国可以保卫自己的人民 但是你说可不可以 帮忙保卫其他人民 我觉得是有点难度 拉着俄罗斯 所以说完了 不要紧要说完了 好 观众知道听说完了 OK 好 下一个新闻 这个是最新的 就是美国明尼亚波利斯事议会 批准了278万美元的撥款 就和佛洛伊德家人达成和解协议 佛洛伊德就是今次BLM 即是美国消费白宫门口 BLM风波 黑人平权风波 就是因为佛洛伊德被人压颈死了 然后现在终于审判完了 然后我不记得警察最后判了什么 还没有判 其实还没有判 不过现在是拿钱盖了 但是现在是拿钱盖了 我觉得首先这件事就是美国自己 现在想解决一个民众矛盾 用钱解决 我觉得这个也是好选择 如果用钱解决 就用钱解决 这个世界 是不是一定对呢 大约 但是这件事有趣的位置是 首先佛洛伊德是无辜被人杀 其实很多黑人都是被人无辜杀 所以美国有警暴问题 首先我要声明就是 你说美国有警暴民 全世界有警暴问题 这件事是不是没问题 不是 不是因为一个人做错 然后别人做错 然后你自己做错 不是 我不是这么想 全世界有警暴民 警察是国家暴力机器 大家要认识这件事 然后大家要想想如何跟他共处 即是在人类人类的现实下 而美国他们知道这个问题 开始想搞警察改革 我持中立态度 他们怎样做法 而这里的性质就是 有一个黑人死了 我现在先拆掉他 赔钱给他 OK 但问题就是 美国最根本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真是种族不平等解决不了 而种族不平等的根源 是在于阶级问题 即是你黑人很明显 那个社会地位 那个经济地位 没那么多 没那么好 所以就会制造成一个普遍的歧视的观点 我这里想补一句就是 这个歧视观点 你不可以说是错的 即是歧视有某 歧视 by nature一定是错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但问题就是 有时候人们一开始这样看 是有原因的 即是例如是这样 黑人的经济特别差 他们的治安特别差 黑人社区 即是如果是差的 很差的 我不说那么远 看什么书 不需要拍这么多书 总之就是他们很差 然后你想像一下 你在一个白人的店主 然后你上个月才被一个黑人打劫 然后你再看到黑人过来 然后好像有些凶神恶杀 你心里有阴影 那你会不会co andco歧视人 会 你不是圣人 你把这个案件 成大几十万倍 那就是美国反映了美国里面 其中一种叫做歧视的情况 的使黑人自己也有 反正有些黑人自己历真上游完之后 当然他的说法不是绝对中立 但是他就说我在黑人社区走 还害怕我 我在白人社区走 自安差 出来读书 是这个情况 如何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超越于责体 就是超越于个人 以责体的层面去解决问题 这个很明显是责体问题 你是阶级问题 你要救整个责体 你不救他们 大家一起揽炒 大家说他们差一点 他们教育差一点 他们人品差一点 什么都差一点 现在黑人可能就是这样 他们会觉得 我用白人工怎么学一下他们 可能是这样 要不要搞 大家同一个国家生活 同一块土地 问题你可以暂时不说 但是不说不代表它不存在 而且会恶化的 每一个消息出来的 我说的是很微观层面 就是你一个人 你不用说这个国家 你一个人 然后你生活调到 然后遭遇了一大堆人心问题 不知道如何处理罪 最后你变成了杀人犯 犯犯结犯什么 然后杀了 然后出了蝙蝠盒 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看你哪个版本 蝙蝠盒 接着 你将一个案子 也是成大几百万 不停不停地重复发生 社会 社会不是变差 我不用说到很大 根本的系统性问题 是对的 但你用最根本层面 这些都要搞 你如何够一个根本的问题 你真的要有集体去搞 就是要真的改善社区 社区重建 脱贫工作 学一下中国 学一下中国 脱贫这个 我看到美国是没有做过的 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的 他们会很迷信市场经济 或者会拿一些心灵鸡汤去灌 大家 只要你努力的话 你就可以脱贫 实际上有研究表明已经不是了 九个中下阶级的人 只有一个可以弱升到中产阶级 那个是因为努力读书 读教授 所以可以成功 这个研究是英国牛津做的 但是以小建大 你一个人努力读书 才可以脱贫 最大的问题是 你本身已经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你还可以如何令他读书 读上去 真的环境是很差的 因为那些人比较黑人社区 可能雨翔之前 Victor有介绍过一本书 美国的社会学家 叫《On the Run》 《传言在图》 就是说在黑人社区里面有多惨 我可以再说一本 都是搞笑书 不严肃的 叫做《魔鬼经济学》 Franco Normley第一集 他就说那些黑人的 那些毒贩的社区 其实是普通贫穷黑人社区 如何生活 那些小孩子 你问他我的志愿是什么 他想到你觉得最体面 最好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街口的毒贩 他所有生活世界是这样 你叫他们做火箭科学家 没有可能 做个好人都能 所以你要怎样搞 整件事 你真的要重建 你所有要好好安排过 你中间会有很多问题发生 你的国家意志要很强 我也是说一句 这个情况 如果你在一个很贫穷的地区 他其实真的很常见 尤其是 香港也有 那当然有 有 以前有些学生 有些小朋友 他一开始没接触之前 他想做站投 想做什么 想做站投 小巴佬的站投 小巴佬的站投 多数都有背影 有势力 他们说想做站投 就说找很多 或者叫做财务自由 不用这么早上班 情况就会是这样的 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太过信奉自由经济 或者太过信奉 什么叫做个人努力的话 其实个人的努力是敌不过群体的环境 如果你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之下 好的会更加好 但同样地坏的会更加坏 不过问题就存在在这里 你唯一要问的就是 你做的什么 为什麽情况没有变 是因为你什麽都没有做过 个人努力这句是跟自己说的 不是跟别人说的 就是说一下 你其实可以努力一些 但是最后 一个人努力不努力 是观念 有很多影响 而这些东西全都是社会素材 我完全不相信 人是什么metaphysical 或者什么 人就是社会素材的动物 你教他什么观念 他会出什么人 当然你的脑结构 这些生物又影响 有基因又影响 signically proven 但是影响有多大 这个arguable 这个贫穷问题 我又可以先飞走 不要说下去 没错 然后 没错 这个说回一些开心的 说太炎速度 我们太炎速度 应该是关我的事 这个时候 Chinese mobile games 首先我要说 这个是很简单 就是说中国的手游 手机游戏在美国可以卖 其实应该说中国的手机游戏 最近尤其是这几年 尤其真的尤其是这几年 全世界都没有卖 我自己也有玩一些 哪些 我玩崩壞衫 原神没有玩 接着 没有 其实我很少打机 崩壞衫 我只是玩崩壞衫 女儿画得漂亮 哦 那你玩得少 我真的玩得少 我不是很打机 但是我有留意到 游戏产业这一件事 而中国做得很好 不不 应该说 中国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尤其是腾讯 可能我们观众不是很打机 我先说一说 我们现在地球上最大的游戏公司 是中国公司 就是腾讯 而腾讯的做游戏 或者他做到整个行规都差 大家会这么说 就是他做了一些劣质低级 就是那些人这么说 劣质低级吸金 没有深度的游戏 搞整个游戏弯了 但是anyway他赚到钱 希望他赚到钱 现在就是 其实中国做的游戏的质素 也开始卖得 连美国都卖得 所以其实你看到中美贸易战 什么全部都是以色形态 国家层面是很unnecessary 其实你在民间里面的文化交流是很涌弱 而这一件事是应该坚持下去 重点就是腾讯你首先做好些 就是游戏高质 第二就是促进多一些文化交流 因为其实最后不是textbook 不是看新闻 因为新闻好意识 不怕用很多 你真的要 原来人家有这么好的作品好看 例如中国人为何对美国其中一个好印象 以前我说的 Star War 我是Star War粉丝 我也是 我也是 现在是屎 现在是屎 是垃圾 七八九不好看 你可以看Mandaral Mandaralian Mandaralian 但是七八九就 但是我想说 我观察到Star War的case 我自己说 就是我观察到网路一个 就是美国他们出了一支 星球大战的绑路游戏 叫救共和国 接着只有英文 接着只有外国才能玩 中国风望玩不到 接着很多中国人很想玩 他们很棒 接着他们找方法去跟那些鬼佬求救 我们可以怎样玩到 我们有国家的情况 接着那些鬼佬 原来他们都喜欢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同一种喜悦 大家互相帮忙 他们都很驚喜 原来中国人知道星球大战 原来他们都喜欢 现在反过来也是 例如中国的游戏 王者荣耀也有鬼佬玩的 笑点 但是例如原神 卖到全球都是 原神比较hit 原神 崩坏山日本有很多人玩 他们是很高质的游戏 然后大家会 这些就是其他地区 中国怎样赢得其他国家人民尊重的方法 我做了好作品 我做了好作品 就是这么简单 游戏和例如我自己有看网路小说 然后那些网路小说就会翻译到英文 因为那些鬼佬很喜欢看的 是中国人才能写出的 那些东西真的 真的 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好多特别 所以那时候生活环境不同 他们看东西的观点不同 例如三体 三体中国写 然后他们会觉得三体看东西的观点很特别 其实这些是文化交流 所以我支持中国出口 这些文化的东西 手机Game出征这个 我真的可以提一提 现在出到美国比较hit 应该是明鸦方舟 明鸦方舟 其实有个故事 故事内陷是什么呢 其实是宣扬社会主义 好中国啊 我知道 但是它是轻松地宣扬 很多时候现在要将知识娱乐化 或者叫做学习娱乐化 譬如说明鸦方舟 它是将内陷的东西很轻松地传出去 比较历子品本马克思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要做的 特别是以往日本比较红 其实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不是要学的 就是他们会拿动漫来教历史 或者叫做以动漫来宣扬历史 他们以动漫来教everything 真的吗 手机Game来说 应该最火红或者最先出是 南梁Connection 我有玩 南梁Connection出了之后 基本上 即使是我们香港 有很多的人 会突然会认识了很多日本军纳 以及会认识了很多日本的海陆军文化 这些以前是不存之秘 例如陆军的螺丝 扭了 海军要扭也有 陆军有海战队 海军有陆战队 这些以前是 你要读过日本史才知道 然后一三年之后 你就个个都知道 那时也有人走过来问我 一些日本的东西 我回答过去之后 我都口吓问了他 为什么你会认识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问 然后他就说 我玩一下手机的游战队 南梁Connection 你有没有玩 那时我没有 OK 其实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三国志 三国这一样东西 对于中国人来说 都是很熟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会熟 其实日本是很帮到手 日本是出了全世界最好玩的三国背景的游戏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之后有一些作品 比如说《银魂》 就是讲明治维生的 然后有这个 那个叫什么呢 《積田信内的野望》 其实是讲战国的 这些其实我觉得是要学的 你可能会觉得有改 甚至是将二次元化 会不会对于历史很不尊重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 但是你如果要吸引年轻人 或者吸引小朋友去接触这一样东西的话 你就一定 这些东西不可以太厉害 你要把这些东西转得很柔强 我觉得拿平衡 就是我认为 你拿游戏或者动漫化去学历史 但是例如《王者荣耀》是最差的 我要批评一下《王者荣耀》 他将这些历史人物这样炒掉 那没问题 你作为一种游戏 但我觉得 会不会教坏小孩呢 我不知道 我收回 总之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觉得 你这样对历史会有一定程度的转用 没关系 你收回我 我可以说回 《王者荣耀》是会教坏小孩的历史观的 因为他一定会 他无论是外表Skin 还是所谓的Background Information 还是技能 都跟历史没关系 他唯一跟历史relatable的就是名字 是的 《王者荣耀》是最 我们定了标准是最差的 但上去还有很多标准都很arguable 是差的 我觉得 例如我觉得量化的印象不好 我们是否在说日保文化 中国都有 不过其实我觉得量化可以 我觉得是某程度上可以做的 因为很简单 现在这些年轻人喜欢 很多都喜欢看女的 如果你一开波接触的话 你要做某些东西 我的底线是什么呢 你不可以把一个很实际的历史的人物量化 如果你问毛主席量化了会不会这样 我直接车爆我的屏幕 但如果你说 但日本人做到这些东西 但如果你是把 譬如说你画一个女性出来 然后说她是那个年代的某个红军的士兵 或者叫做某个将军 从而借此去引入 把一些历史知识带给人 其实我是接受到的 不过你不要具体到个人的话 我就觉得是可以的 或者你曲折一点 你不要直接拿她的名字 你可以拿其他的 譬如说张居正 你不要直接用张居正 你用张白玲 或者是张首辅 这些叫曲折一点 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 我可以找到串人 我觉得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义务要搞 如果他有一个理念 说我要通螺的游戏去教民众 我觉得他很厉害 但其实他真的没有义务 这个东西给国家做 我觉得文化部可以调节一下 这个其实是好事 未必 不不不文化部 我觉得很多东西需要调 但你每次都要国家甲 国家 by nature是暴力机器 他一定会有东西做错 基本上在大scale来说 所以我不是小国家主任者 很明显不是 如果看得出的话 但是国家的条件很难的 这个很难的 这个是去到很共产主义 对啊很麻烦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